但是汉族的语言 包括所谓的儒家文化 都还一直存在 但是阿富汗就恰恰想法 大家知道 亚利安人来了 达罗比族语就没有了 那么波斯帝国来了 那么原来的古印度语就没有了 那么佛教来了 原来的波斯人带来的拜火教就没有了 后来伊斯兰文明再打进来 那佛教又没有了 所以如果说阿富汗有什么特点 并不是什么帝国的坟场 而是征服者进来了以后 不但能够站得住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本土文化给消灭掉 这一点在中国都是做不到的 中国不算理由外来征服 但是外来征服以后逐渐逐渐 他们是被中国文化给融合进去了 但是阿富汗没有这种现象的 所以我要讲阿富汗这个国家 从历史上来讲 阿富汗这个地方从历史上来讲 它的确是内部结构比较复杂 整合成一个民族国家 近代的民族国家 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非常漫长 可以说一直到现在 他们都没有完成民族国家建构 这个近代 甚至在很多国家都是在近代以前 中世纪末期形成的这样一个 形成的这样一个任务 但是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可是如果要讲外族征服的话 那是他们的老传统 所以我要讲 如果说阿富汗有什么特点的话 这个特点主要是国家整合的困难 这个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不利于乡外 很多人说他是对抗外国 对抗外部征服 甚至说他们原来兄弟 堂兄弟本来矛盾很多 但是外国人一来 他们就团结起来了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他们这个地方 原来的历史传统 是非常不利于乡外的 但是是非常不利于乡外的 但是更不利于安内 就是说真正困难的是 他们自己这个国家的整合 在历史上 外来的征服者不但帝国相当稳定 文化也大概率的取代了 被征服者的土著文化 取代了达罗比图语 波斯语又取代了古印度语 佛教取代了显教 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 形成了一代代土著文化的坟场 如果要说的话 其实阿富汗如果是坟场的话 就是一代一代的土著文化 都被埋葬了 然后有外来的人 带来了新的文化 这才是阿富汗文明积累困难 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到了近代 这个阿富汗的历史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虽然它抵抗 传统的蛮族征服好像没有什么本事 历史上的蛮族征服经常是成功的 不成功的很少 但是接受近代文明就比较难 近代文明往往在那里就传播就受到阻碍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从古代的蛮族 古代的蛮族虽然有牧民族比较能打仗 但是老实说 至少就那个武器而言 大家都是冷兵器 你这个土著人也是刀枪弓箭 那个蛮族也是刀枪弓箭 这里头的武力的差异不是 不是直的 而只是量的 但是到了近代和现代 那么这个双方武力的差距 当然就越来越大了 不是同一个代际内部的 强弱之别 而是不同的 就是现代和古代 现代和传统的区别 比如说英国人打进阿富汗的时候 他们跟阿富汗土著的这个武力的区别 就已经是隔了整整一带了 当时的阿富汗人刚刚使用热兵器 就是刚刚使用那个火枪 还是所谓的冷热兵器交替的 这个孤渡时期 他们的部队的组织还是传统的部落 部落军队 但是那个部落武装 但是当时的英国已经是非常规范的 那个近代军队了 那么到了以后 我们知道那个苏联打进阿富汗的时候 那当然苏军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 是超级大国之一了 那么后来到了2001年美国出兵阿富汗 那美军就更不用说了 美军已经是数字化的军队 那又是经历了好几次的军事革命 应该说美军的力量又比苏军更为强大 苏军又比英国更为强大 英国当然不用说 也比什么蒙古人 突厥人 亚历安人 波斯人 也要强大 但是你就会发现 到了这个武力的差异 越来越大的时代 阿富汗反而有了所谓的帝国坟场的说法 外国人反而觉得统治阿富汗越来越困难 外部的势力反而觉得 越来越困难 这是什么道理呢 其实照我看来 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他们征服阿富汗这个地方 打垮阿富汗原来的抵抗 要比原来更难 不是的 正好相反 不管是英国和后来的美国 苏联打进阿富汗 把原来阿富汗的 那个原来阿富汗的那个政治势力给推翻 是吧 其实都是很容易的 但是 他们追求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是吧 那个 古代的征服者 他打到阿富汗以后 往往就根本就是直接征服 弱肉强食 是吧 就是 我自己来统治 根本不给你当地的人 有什么机会 有的就是 甚至是种族清洗 甚至是文化灭绝 是吧 比如说 甚至是文化灭绝 是吧 比如说 就把佛教文化给灭绝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塔利班也是一样的 是吧 塔利班炸掉 巴米扬大佛 实际上是和当年的那个穆斯林征服 消灭佛教是 是同样的 是吧 那么他们当时没有说是要 要 要让本地人如何如何 是吧 他们的手段要 是非常野蛮的 是吧 就是 弱肉强食 就是我 到了你这里 占了你这个地方 统治你这里的人民 是吧 然后 搞不好还把你种族清洗了 把你的文化也给 也给 也给 也给断绝了 但是 这么野蛮的人 往往都是很成功的 为什么很成功呢 因为本地人 那个 军阀格局 部落离散 是吧 没有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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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能够防止这些东西的 那个 那个力量 但是 那么多了 那么多了 感谢观看